大家好 我是汪潇 今年31岁 是您在荷兰的中国留学生 即将博士毕业 在荷兰的这两年 让我有了太多难忘的会议 我是创新管理与组织战略 属于经济管理这个范畴 它是一个联合培养的一个项目 然后我可能比较幸运吧 然后就去了荷兰 怎么说呢 它代表了一些荷兰人 相对比较无知 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 中国人都是在中国中餐馆工作的人 除此而外 他们对其他的中国人没关系 尤其是在荷兰中餐馆 中餐馆业的中华人 反响是非常激烈的 包括给电视台投诉轰动的效应 一次起立鼓掌之后 我要羡慕 但是他们又一次起立鼓掌 然后我要羡慕 他们又一次起立鼓掌 所以说可以说是 观众的反应 是对我一个非常大的肯定 二月份的时候 我收到一个email 然后呢 上面就就写 以非常隆重的方式 等等等等 邀请您去参加荷兰的国宴 按理来讲 应该很少很少有人 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机会 包括见到我们主席 包括见到荷兰国王 所以我就去赴院了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姆斯特丹 会见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 当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抵达王公时 最难忘的是在国宴上见到习主席 虽然我没有机会跟他能够直接交谈 但是我觉得在国宴上 他的发表的讲话 特别是促进中和友谊 是令我印象非常深的 我在最后的时候鸡尾酒会 然后刚好碰到荷兰国王 然后相互寒暄了一下 他因为下午迎接习主席发现 觉得习主席是一个思维 非常开阔的人 而且他们之间聊到中国明代的历史 所以我说中国的历史非常长 习主席了解了很多 所以我觉得 探讨中国历史是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也可能去开一些演唱会 来更多的用我的自己的作品 去感染别人 是这样的 那个毕业后到香港音乐会 今天音乐会呢 就是说可能就是说 以国独唱为主吧 但是也可能穿上一些其他形式 比如合唱啊重唱啊之类的 那现在就说我想用一个主题 比如说叙事类的为主的 或者比如说工艺类的为主的 我的梦想呢 就是能够做一些更多的 传递正能量的工艺歌曲 比如说关注一些弱势群体啊 还有一些感动中国人的一些事迹 然后用一种叙事的方式 能够用一种比较唯美的 学士的方式 能给大家能传播一些更多的正能量 并且用我的可能专场音乐会的方式 让更多人知道 能够感动他们 能鼓舞一些人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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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